嗨 各位 欢迎回到这部小厨房 今天这期节目真的不是标题档 是我们家从8月底开始尝试了16加8饮食法则 以来一个多月 我们两个人无痛喜提 减重15斤 其中的8斤是我瘦了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减肥减脂报告分享 夏天以来我们两个人一直在保持运动习惯 但是肉眼可见的就圆了一圈 就是对自己的状态非常不满意 这时候我就知道我应该从我的饮食方面反思一下了 刚好呢身边有一个朋友强烈的推荐了这个16加8 那我们就决定试试看 16加8饮食法呢就是我们把一天拆成24个小时 8个小时之内吃完一天所有的饭 剩下的16个小时不进食 只能喝水啊咖啡啊或者茶这种零热量的饮品 在16个小时空腹的期间呢 身体无法从食物中获取能量 只能够通过分解体内脂肪来功能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那乍一听16个小时不能吃饭啊 可够吓人的 但其实你细算一下就还行 比如说像我们家呢 从11点开始吃第一顿饭的话 那我的晚餐就要在19点之前把它吃完 确实因为这个8小时的框住我 帮我限制住了这个晚上看电视的时候 我容易想吃那些小零食水果的 这些额外的摄入量 是不是听起来是很好做到的 并没有像什么过午不时那么激进的断食法则 光说不练可不行 所以今天还是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家日常好吃的健康餐 不需要每顿都吃草 减重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平衡一下好吃和健康 早餐我们家一定必不可少元素就是鸡蛋 这个鸡蛋煎得非常的焦脆 有点鸡链摊的那种感觉 同时呢我会在锅里再煎鸡排 这个早餐的蛋白质一定要吃够 煎好之后呢我会在这个锅里放一张全麦的煎饼 饼里边我会放一点点奶酪碎 你可以慢慢的烘热这个煎饼 夹心我放了萨拉米香肠啊 北极家的虾仁 反正一般就是冰箱有啥放啥 然后我们把这个饼子对折 再继续小火慢烘 这样饼皮会更加的酥脆 夹心也会被热透了就更好吃 翻面这一热就搞定 这奶酪饼的夹心可以说是百变百搭 就是你让我天天吃都吃不腻 而且就是外酥里嫩真的巨香 那对我而言呢 11点吃第一顿饭的时候 我真的会比我以往9点多吃早饭的时候 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所以在准备的时候呢 我也就会准备的增加丰盛一些 下午啊有时候我就会做一个水果盘 因为毕竟晚上我就没有机会吃水果了 那我还是有很多很多喜欢的水果的 所以下午我就搞一个小平盘刚刚好 晚餐我们家要在19点之前吃完 所以我一般会提前准备一下 一般的情况下 俩人就是炒两个菜再加一些粗粮 那粗粮我就喜欢一次性蒸熟一批 这样大概能够我们俩吃个三四天 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只需要复烤一下 分别的时间 这道辣椒炒肉 真的是我最近做过 韩头说的是下翻神器啊 所以正好趁此机会分享给大家 爱吃辣椒的人真的不要错过 除了这个肉末跟辣椒呢 混合一些鸡蛋一起炒真的特别的提香 炒完鸡蛋之后呢锅里不用放油 我们就把这个辣椒放进去 趁热煸一边 馅炒的时候其实还挺呛的啊 但是值得忍耐 最后呢在锅里倒一点油 然后放这个牛肉馅 把它这样压着边炒到粒粒松明 我用点豆瓣酱调味儿 之后呢再放入刚才煸过的辣椒一起翻炒 最后倒入这个炒好的鸡蛋 加一点点醋 在锅边上烹香一下 把它们混合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另外一份呢就是热锅热油之后 快速的焖炒一下生菜 再用这个白灼汁调味儿就搞定 它保持了生菜本身的脆感 同时呢吃起来又很水凌 晚餐呢我们家也依然喜欢用这种分餐盘制进食 这样我觉得更有助于控制我们的摄入总量 而且一人一盘就是也省得刷碗了呗 就是这样日常的健康餐 我觉得它吃起来真的会比成天吃沙拉吃草 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而且它同时也满足了高纤维素的碳水 然后丰富的蛋白质油脂维生素 那俗话说的好啊 减肥的时候七分靠吃三分靠炼 所以说这个饮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自从我有了这个16加8限制了我之后 我才知道自己晚上的时候有多容易犯馋 就是想在看电视的时候 去零食框里面寻摸点什么东西 而且这些全都不是因为我饿了 只是因为我馋了 想挑点东西在嘴里嚼一嚼这样 但是吃了这些零食呢 它们就并不会给我带来愉悦感或者满足感 那运动方面呢 我没有特意的增加我的运动量 就是日常的跑步骑车羽毛球和健身房穿插的来啊 但是呢我在这还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好运动 如果这一整天我特别忙 没有一个整块时间去单独运动的话呢 那我就会早起一点 早上花个30到45分钟 进行一个空腹爬楼的大动作啊 就是慢慢的走上去 然后再坐电梯下楼 不强烈 但是它又会给我这个一天的新陈代谢 打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然也不是说你减肥的时候每一天都要强迫自己运动啊 根据个人的习惯吧 我觉得每天保持一定量的运动量是我一个喜欢的状态 总体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16加8饮食法则呢 它已经变成了我们家日常的一部分 然后不经意间回看发现了 哇一个月居然将近受了10斤真的非常的惊喜 那每天我都吃的很健康很饱 然后没有一直在吃草也没有饿肚子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减肥的方式 如果你一直也在兜兜转转寻找一个减肥方式的话呢 我觉得不妨你可以给这个16加8饮食法做一个机会 或者你可以把它放宽到14加10这样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那希望本期节目呢 这个减肥的方法 还有分享的健康餐都能够缠到你 如果被戳中的话呢 记得试试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点赞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